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就像是大海的眼睛一样 因此便有了海洋之眼的美誉 它深度大概137米左右 于1971年开始勘测 勘测表明 它的行程时间估计是在冰河时代末期 由于气温极低 水被冻在冰关和冰川之中 海平面因此急剧下降 然后又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导致处于石灰质地带的这里出现了岩绒空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发生了塌顶 塌陷出来的大坑居然圆得惊人 而后随着气温回升 冰川融化 海平面也随之上升 海水就这样灌进这个大坑里 成就了今天的宏都拉斯兰洞 后来它被有名的潜水专家雅各伊夫·库斯托评为潜水圣地 因此名气大涨 无数潜水爱好者前来一睹这海洋之眼的美丽 更有人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不为未知的危险和成群的鲨鱼潜入海里 探访这神秘幽兰的地方 可能因为从空中俯瞰有着更加迷人的风景 不少旅客会在这里进行跳伞活动 只为一睹海洋之眼 最涉人心魄的美 也有不少人在附近的岛屿上买下豪宅 就为了能够看见这蓝的优深的地方 可能这就是一种对大海的执着与涉爱吧 说到这里 你有没有对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心动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